车臣原本是苏联的一部分,但是在二战期间,车臣人却与纳粹德军站在同一战线,支援德军对苏联的进攻。 当德国败局已定时,为了惩罚这些车臣人,斯大林实行了贬斗行动,将他们全部迁移至中亚地区。 并且规定,车臣的最高领导人,一定不可以让车臣人担任。 但是,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,不仅允许车臣人返乡,还撤销了斯大林的规定。 与此同时,一个野心家正在谋划著独立,他就是苏联英雄,出身于车臣的穆斯林将军杜达约夫。 1991年9月6日,杜达耶夫发动武装叛变,宣布独立。 11月9日,在绝大多数穆斯林车臣人的支援下,杜达耶夫宣布就任车臣总统。 然而,此时的苏联这个面临解体,根本无暇顾及车臣问题。 根据车臣与苏联,在1992年签订的分配财产条约,俄罗斯及时已经默认了车臣独立。 车臣战争爆发之前,车臣已经陷入内战。 另外,杜达耶夫在车臣境内实行大屠杀,导致2万1千名俄罗斯平民被杀。 4万6千人沦为奴隶。 但是直到叶利钦上台,俄罗斯才开始驻守解决车臣问题。 1994年12月5日,双方和谈失败,战争一触即发。 在战争开始之前,俄国国防部长格拉乔夫扬言,9天之内结束战争。 然而,俄国人动用了四大兵种,五大军区,还出动了三大舰队。 却让这场战争,却足足打了20个月。 在战斗刚开始的几个小时内,俄罗斯的空军,就彻底消灭了车臣的空中力量。 可是地面部队却陷入苦战。 由于俄军沿用苏联时期的军事系统,低阶军官和士兵,全是两年致兵役。 没有丝毫的巷战和反游击战经验。 而且,俄军还使用的是车轮战,让部队轮番上战场。 结果,好不容易积攒起一些实战经验。 立刻又被一群新人顶替了。 在格罗斯尼的战斗中,俄军指挥混乱。 部队之间最基本的相互协同都做不到。 甚至出现士兵不知道作战任务的情况。 据俄军131魔步履的被俘士兵说,我们连地图都没有。 就让我们跟住装甲车走。 结果跟丢了。 问指挥官这是哪儿? 指挥官也不知道。 因为他也没有地图。 混战中,俄军131旅被彻底击溃。 全旅阵亡789人。 被俘75人。 26辆坦克被击毁20辆。 120辆装甲车损失102辆。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。 其实也很简单。 主要有五点原因。 第一,俄国一直举席不定。 不够果断。 俄国一直犹豫,到底是打还是谈。 发出强硬信号之后,又一拖再拖。 好不容易开打。 俄军也认识到必须复战速决。 可是打起仗来,又一直打打停停。 试图逼迫车臣进行和谈。 从一开始就背离了作战原则。 第二,车臣独立三年之久。 俄国竟然没做丝毫准备。 基本的统一思想都做不到。 打起仗来敌人还没乱。 自己就先乱了。 比如,俄军副总司令沃罗比耶夫。 竟然表示不愿内战。 擅自叫停俄军攻势。 三名国防部副部长辞职。 五名前县指挥官被撤职。 十一名将军还联名上书。 要讨论出兵的合法性。 真是把战争当作儿戏。 第三,部队协同失调,各自为战。 俄军表面上说是联合作战。 却简直是瞎胡闹。 经常一支部队多头指挥。 擅自行动经常发生。 八十一魔部团就深受此害。 被有军坑的一个团还剩下十一人。 第四,车臣武装善打游击战、巷战。 但俄罗斯的战法古板。 不知变通,竟然想用坦克装甲部队。 在城市里进行快速突击。 结果,当装甲部队进入狭窄的街道。 只要首尾的坦克被打掉,中间的就是瓮中之鳖。 第五,俄军星敌,资讯不灵。 战争开始前,俄军判定车臣叛军不过数千人。 但实际上却有五点五万人。 还有六千多名雇佣军。 这些人装备先进。 作战经验丰富。 战斗力相当强悍。 另外,俄军队车臣武装的情报知之甚少。 连军用卫星都因缺经费关闭了。 导致作战部队没有详细的作战地图。 只能处处挨黑枪。 1996年8月。 第一次车臣战争终于结束。 虽然签订了停火条约。 但俄军在这场战争中输得一败涂地。 同时,由于条约赋予了车臣高度的宪法立法权与外交特许权。 又为第二次车臣战争埋下了隐患。